百年时尚心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1976年4月6日 乙武洋匡出生在日本东京 由于天生没有四肢 他的生活质艰难 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但乙武洋匡的家人 和他本人都未放弃过自己 他努力克服生活和行动上的不变 不仅造就了自己乐观坚强的性格 还最终战胜残起 实现了生活自立 1996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早稻田大学 1998年 他的自传《五体不满足》出版 一时间 他成了日本民众眼里正能量的榜样 2001年 他与漂亮的学妹任美结婚 2008年 他拥有了第一个孩子 但就是这个励志的乙武洋匡 却在2016年时 突然被日本媒体曝光 称他在与妻子结婚的15年时间里 共出轨50名旅行 这一消息 瞬间在日本社会 引起了宣战大波 乙武洋匡的正面形象 也大打折扣 日媒甚至以颇具讽刺意味的措辞 发表文章抨击他 尽管乙武洋匡 已发表过盗窃声明 但他的形象 却再也不能挽回 他曾经在日本民众心中的形象 2016年9月1日 乙武洋匡宣布 与妻子任美已婚 但就在不久之后 又有日本媒体 拍到他约会 20岁混血美女的照片 并称他已与该美女共服爱和 乙武洋匡曾公开表示 任美是他生活中的另一盏明灯 也不知他说这话时 有没有内疚了 中国古代 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 他们虽为丫鬟 身份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罪以窥见归房之乐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该是少爷的启蒙老师